行 你觉得这姑娘还有什么让你不中意的地方吗 主持人 你说女孩爱干净 我可以理解 但是她这个洁癖吧 就严重到那种我接受不了 你说我平常比如说买个菜出去了 回到家以后坐到那个床上不行 还没坐呢 立马说我 哎 你别坐 你身上都细菌 我就不理解 我身上也没有那么脏啊 我又不是出去什么干嘛去了 又没有灰尘 就那么说我 我很不理解 就回家需要换衣服嘛 是吧 对 那本来那床是睡觉的地方 你说你从外面又是灰尘又是土的 你往床上一坐 那不得皮肤病吗 我觉得没有 那不嫌脏吗 没有那么严重吧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 我每次把地拖一遍 我让她过来检查 她发现一根两根的那种头发三 都不行 重新打扫两遍 直到没有才可以 因为她总爱光脚踩着地 地多脏啊 那咱就不说这个 还有一个 吃饭的时候咱平常用那个一次性的筷子 你说正常人都觉得那个掰开以后 这么刷一刷就能用了 她呢 她不是 得用一壶热水烫一下 再清洗一下 擦干净才能用 擦干净也没有错呀 那本来就是啊 你说你要不烫的话 那细菌吃进肚子里不带生病 不带去医院吗 那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有点太累了吗 没事 以后自己带就好了 你别说这个 主持人我跟您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 然后就他特别爱吃辣 我就不爱吃辣 然后我们两个人上次一块去吃烤鱼 人家服务员都告诉他了 这是最辣的 然后他还说行那就点这个吧 你说你有估计过我的感受吗 我估计了呀 那咱平常吃烤鱼那些都一个样 你之前都能吃 那谁知道上次那家那么辣呢 鱼上来以后就我一个人吃 他一口都不动 他就生气了 立马掉凉 我回家我自己弄吃的去 你也别管我了 直接就走了 我后面追 一路上我开车带他 然后他一路上都不跟我说话 我特别怕冷战 他不说话我也害怕呀 回到家以后 他就立马拉那个皮箱要走 要跟我闹分手 因为这么个事要跟我闹分手 那我饿肚子了 我一口饭没吃啊 我跟您说 就是我们上次就是也是晚上了 因为饿了嘛 要买宵夜吃 他买了四份回来 四份全都是带辣的 那怎么吃 你都知道我不吃辣的 你怎么还买辣的呢 那我当时出去要买的时候 我也问你了 我说你想吃辣吗 然后他跟我说 放一些微微辣就好了 其他你怎么看着 那不是因为我估计您的口味吗 然后我才说放点辣 谁让你四份全都放着 辣呀 是啊 我大老远跑那么远给你买回来 结果呢 我回来一口不吃 又跟我耍脸 我好奇地问一问啊 你看你们俩吃吃不到一起 住住不到一起 太洁癖嘛 玩玩不到一起 朋友朋友交不到一起 你们俩在一起干嘛呢 就是我想让他把这对毛病都改了 改了不就不是他了吗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你啊 你看你的热情他不理解吗 他的直爽你也不欣赏嘛 朋友也不能交织在一起嘛 那你为啥跟他交往呢 因为我不舍得放弃他 我觉得他能改掉 我也可以改掉我自身 对对 所以不舍得那个点在哪 能告诉我吗 他就平常也管着我啊 就是关心我这那的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可能会提起我的一些烦躁吧 就天天说我那种 所以你舍不得他是 他能管理你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其实我是一个挺不自觉的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管着我 我会挺自律的 对 我需要一个看守 对吧 他是个好看守 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为啥离不开他呢 我就是觉得他应该能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掉 不不不不 毛病是你不开心的地方嘛 有那么多的不开心 那为什么还不肯放手 那个点在哪 人家说了 我不自律 你能帮我管理我自己 所以我离不开 那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平时还是挺宠着我的 然后还挺让着我 我贪恋你平常对我的好 嗯 诉求是 女生说 男生你改 改的你就是我这辈子的男人了 男生心里想 女生你稍微做一点调整 对我稍微管松一点 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了 又是一个改造计划